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持续守候在拉拉山上 海拔1600公尺高的地方 看到我周围的美景了吗 真的好漂亮 宛如是童话故事一样 好像冰雪奇缘的大草原 因为树枝还有草地上面 都还有一些残冰还有残雪的状况 看起来好像身处异国一样 非常的漂亮 目前拉拉山上因为阳光露脸 转为是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和昨天相比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昨天还有下雪 但是因为今天水气比较不足 是没有再下雪的状况 但是其实有不少游客没有很失望 因为他们看到了漂亮的日出 而且现在走这个步道 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美丽 很适合拍照打卡 但是其实有一些游客 一早也是有冲上山 但是好可惜的是 没有再看到雪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 刚刚游客们的访问 想说今天早上会再来一波雪 所以还是开车上来 很热雪 4点就出发 4点凌晨4点出发 那你是刚到吗 到了一下下了 大概5点半就在这边 等天亮的感觉 我相信等一下 应该会再下一点雪 雪是昨天就看过了 所以也没有到很失望 可是如果今天来的人 可能就会比较失望 好可以听到游客 真的是不减热情 还是盼望等等拉拉山 还有没有机会再降雪呢 那我们也有听到 有游客要往更高海拔的地方去走 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积雪 那台式新闻团队 等等也会往更高海拔的 拉拉山来看看 来掌握更多的追水资讯 提供给观众朋友们 你就讲讲跳flow 0CUом 等等 别恢复了